禮拜一中午就出席在門口 去接我吃午飯 他就追我追了一個月 四個月後我們就結婚了 鏡頭前大山恩愛 知名補教老師徐薇 談起老公江振明 臉上滿是幸福洋溢 但這回先生卻違法 進口醫療器材遭到起訴 今天三月 檢方發動多次搜索 包含羅比珍妮負責人江振明 以及實際負責人 已故總統蔣經國 譽譽江碧寧之女江振 分別以20萬30萬元交報 檢方發現江振明 涉嫌從2012年起 從韓國進口未經核准的 拉皮跟龍鼻獻財 還在太太徐薇 補習班裡面分裝 之後再高價賣給醫美診所 連李敬良等名醫都受害 不法獲利達到2300萬 以要事法 將江振明在內等5人給起訴 我是隨時可以唸 但是徐薇只有一個 譬如說好 假設我 不是這條路的話 那可能 或許我就有 有一個博士學位 或許我在店 自己做得很好 可是我現在發現 這樣子 現在也是非常好 但是他是選擇 可是他的選擇 叫做值得 江振明建中畢業 和新北市長朱立倫還是同學 和徐薇認識相戀 只有短短4個月 卻牽手走了20多年 感情越來越深厚 只是丈夫爆出違法販售醫美器材 雖然徐薇無視案示證 檢方將他秉除在外 但徐薇高人氣 讓此案格外受到重視 至今仍未對丈夫違法事件發言 夫妻感情是否出現變化 也讓外界相當關注 記者台北綜合報導